妹妹从九寨沟回来了 然后我刚才去机场接了妹妹 现在我们一起回实验 我们要去接小泽 小泽放学 现在去接小泽放学 接完小泽我们就走 对接完小泽我们就出发 回实验过中秋 好了现在接到小泽了 我们正式出发 不 找个路边没有人没有车的地方 我们把那姑姑的箱子挪到后面去 不然他们两个人也会挤成肉饼的 是的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 后面还有一个箱子好憋屈 但是现在放学这条路上全是车 我们要找一个没有车的地方 爸能不能找一个没有车的地方 顺便要买个笔芯 买啥笔芯 我在0.7的笔芯 我在0.7的笔芯 好现在已经过了几天 还剩下两根了 要不去实验再买吧 去实验再买吧 自动铅笔的 有 怎么可能呢 自动铅笔的笔芯到处都有 我们找个地方把后面整理一下 小子 中秋节开始啦 你的假日开始啦 这上天有啥用了 没有暑假 没有暑假天数多是吧 要不给你放个暑假 那我跟你说能不能回去把iPad拿着 因为肚子饿了 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吃美食的地方停下来 先把后备箱收拾一下 这横着放不放得了 还不够 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是吧 我们找了个地方停下来 把东西整理一下 把后面的箱子拉到后备箱来 要不然他们两个人坐在上面坐不下 加油鸡婆加油 你都不知道他这个箱子有多重 这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装的箱子 我在机场的时候 人家就说了 你这超壮了啊 现在把这些剩下的东西摆在压在上面 这一次全是妹妹的东西 感觉都装满了 这旁边好多吃饭的小摊啊 我们原定是去高速服务区吃的 但是高速服务区的东西太难吃了 还不如现在这里 把肚子吃饱 再一口气开到实验 哇简直是满满当当啊 怎么样我这打爆的 可以 这不要了 真的是 这还掉了 哇这塞不下了 关后备箱 稍微十点进 十点进 稍微十点进 我看一下前面 关上了没 现在去吃个饭 那边有一家鱼头泡饭 我们准备去吃鱼头泡饭 她妹又跟着我们去旅行呢 回老家回老家 她妹今天洗了澡的啊 这路上太脏了 刚才又有水滩 我把她抱着吧 这是从大门进来 有一个鱼池 里面好多莲佣 点了一个鱼头泡饭 鱼头呢就是胖头鱼 就是莲佣 小子她要吃烤鸭 所以点了半只烤鸭 还有一个是 啥 花菇烧五花肉 花菇烧五花肉 三个菜 吃饱 吃饱了好赶路 她这里好像人还蛮多的 估计味道还不错 我就想 因为早上吃了早餐之后 就没吃饭了 现在很饿 就想吃饱了之后 好赶路 好妹 暂时就把你拴在这里啊 好妹我在路上也给你带着吃的 带着鸡枪鱼 已经上了第1个菜 这个菜叫做花菇烧五花肉 来鸡婆 你看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 是不是就是 昨天 我们在那个 市场见到的 我就是要准备这样说的 我都用小拿起来看 下面是个蜡烛 其实这个盘子 还没有汉口北卖的盘子 挺美啊 快吃快吃快吃 妹妹快吃 好香啊 用这个勺子咬 这个勺子好咬一下 来小刀 来 小刀不喜欢吃蘑菇 不喜欢吃它我加了很多 我们的鱼尾 你们鱼头是点剁椒吗 是的 两种吃法 鱼头鱼按两种吃法 鱼尾红烧鱼头剁椒 这是鱼尾 看着好美 红烧鱼尾 鱼尾蒸虾 先上的是胖鱼的鱼尾 我感觉鱼尾一般 鱼尾肯定跟不上鱼头的 鱼头终于来了 这个盘子好大 比我们家更大 对我们家比较大 它这个就是有深度 我们家盘子是平盘 小泽一个人把烤鸭吃完了 没吃的 还有两个山楂 所以我要吃山楂 有点弱 没想到他还蛮爱吃烤鸭的 上次蛮爱烤鸭 加起来没关系 我来给你加不起来 可以吃 可以吃 吃鱼头 鱼头泡饭 先要把米饭添码 来老婆帮我添一下饭 好浓的米饭香 来浇上它这个汤汁 一开始干饭了 不错 不错 老婆要甜米饭盖饭盖饭好吃 我们吃完饭了 不过天也黑了 妹妹说她想开车 正好我腰疼开不了 她开一会我跟她换着开 蛮好 走吧 哎呀怎么开车来的 我两个月没开了 二伴不说先往安全带洗上 对对对 你这好吓人 你这都忘了怎么开车 我这本来 发现我要10年老司机了 车已经打开了 挂档吧 先挂倒档好吧 倒车 这档位都遮住了 你为什么在这上面整这么多玩意儿 这一把打出去就行了 开玩笑老司机了 等一下这个车子啊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灯打开了吗 大灯夜行灯 这有人要下车 怎么样现在会开了吗 会开了 哎呀就是开车很多年 只要一摸方向盘这个感觉就来了 哥你那个我看你的视频 800里天路真的很多 很难开吗 真的很难开 主要是低痒 头昏 头昏眼花 然后路又不好 路全是搓衣板路 跟M型路 什么叫搓衣板路啊 搓衣板路就是开在上面跟他谈你 就是感觉跟他不停地谈 不停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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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搓衣板路 就跟你搓衣服 在搓衣板上搓衣服的感觉是一样的 还有麦当劳路 麦当劳路就是开在上面跟 过山车一样的 就是那样的 车厢后面的东西都飞起来 明白了 那当时是不是如果有个我在 就还好一点 换着开啊 当时你一个人开 开的绝望嘛 后来 反正挺绝望的 怎么这么长啊 武汉这路还挺好的 修的特别好 很平静 十年冬我们到了 国家法定日 高速入口 明天就是国家节假日 不知道免不免高速费啊 节假日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我们刚刚在外面点了几个炒饭 没吃完 这就是妹妹的新房子 装到现在这个程度 我们还买了一些东西 还在身边买了一个自动垃圾桶 这是垃圾桶里面最贵的 垃圾桶 多少钱呢 最贵的 17块9 怎么可能 100块哦 不100块 因为是才装修好的 所以就这样用的 地上全是脏的 好 你怎么用的 那样用的 这个不小心被我搅拆了一下 就倒了 摸一下 在上面这样 砰一下 它就起来了 你弄完之后 它会自动关机 这是客厅 这是我妈 给我买的黑花版本的 晴天住 昨天晚上 我们就睡在妹妹的主卧里面 这就是妹妹的主卧 很乱啊 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忙 这是窗户外面 我们是个小公园 小子 接下来我们要做啥 干啥 应该大草厨吧 对 接下来我们要帮妹妹 开始大草厨 把这里收拾一下 先把这里 太乱了 然后把所有柜子都打开了 然后敞气 碗筷给妹妹摆上去 现在鸡婆来开箱 这又是我从地 从车上地下室搬上来的 顾他 女汉子 呦 装门的师傅来了 这是四个面碗 先摆进去吧 擦 再说吧 好了 终于收拾完了啊 也不是收拾完了 只是把 把卫生做了一遍 他妹 我们做卫生 你就看着是吧 就把地脱了一遍 然后把 所有的家具都抹了一遍 我都会用 嗯 一下厨房 餐具我们都摆好了 当当当当当 全部都摆好了 这是菜刀 砧板 跟我们家一样的 碗筷 碗暂时鸡婆没摆 只摆了一点点 小妹 好不好玩 鸡婆还在这拖啊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真的是 汉苗夹背啊 累得上期不接下期 本来开了一晚上的车 拜拜